算了,算了,帮我拿东西 都给我吧,没事 我把汤口放下去 故事要从拉萨说起 我们准备去碑崩湘完全小学 给山里的孩子捐赠一些教学物资 那里常年拨通公路,只能徒步进入 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就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段路 摩托路 我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李小和邹亚刚从摩托回来 一听说我们要去 就热心地为我们介绍那里的情况 李小还给我们展示了他们拍摄的照片 用他们的话形容 摩托路就是身在地狱,掩在天堂 提起摩托 他们所有说不完的经历,道不尽的感受 我羡慕他们能有这么宝贵的经历 也同样为自己也将拥有同样的体验而开心 我们在祝福声中上路了 一路上大家都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和兴奋 在车上大声地说话 车上的气氛特别融洽 提起这次活动 队员们都有很多的话要讲 莫托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心愿吧 因为我很喜欢西藏 然后莫托它很关于是白与白塔塔 就是隐秘的莲花圣地区 所以我一直想到这个莲花圣地区走一走 也想去看看莫托里面山里面的孩子 博美确实一直不同程度 想带很多东西进去给自己的孩子 但是可能迪力有限 正好就是这个工地性 然后买很多的文件 然后也可以去最终走到我希望的莲花圣地区 做这次活动的话 这些在于如果是从一般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给这个贫困的地区一些帮助 然后帮助它的发展 我最终想去播最终于戏里面的一种想法 我就是觉得我以前有一种直觉 我觉得我走完莫托以后 我的人生更想会很大的时候 就是会变得很开阔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很想到山里面去看一看那些孩子们 没有说是为了曾经的一个承诺 所以想去 我一开始没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样 就是不管怎样 然后也没有想过那么危险 不危险 然后后来还买了很多给那些小孩子买的 可刚到 我们的难题就来了 陈琳的身体突然感到很不舒服 大家的意见是 让陈琳放弃 或者休息几天再去 可他说什么都不肯 我跟我个朋友的情况是一样 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有这种直觉 我觉得我走莫托或者别人要艰辛得多 所以我莫托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去 哪怕我付出生命我也要去 这种灵灵年最想做的事情 我不会放弃的 如果你们不带我也可以一个人走 你也先心平气要听我们 先反话说一下 因为刚才在底下 我们还一起 一起还讨论了一下 即使真的 因为你生命的原因去不了 我们到了被关小学 我们会把你 就是想表达的所有的感情说出来 不是咱们这个团队要跑起 你不要离去 真的 女孩子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 因为一夜都在下雨 不能因为就是现在 一时的就是这种很美好的一夜 影响到自己的一生 这个团队咱们坚强是摆在后面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咱们有了生命 才有了其他 对吗 最重要是因为路上一路 原始的身体都会下雨 你的身体是不能着良的 我们现在还这么年轻 你刚才你说了一句 有时候真的死在路上你都没所谓 但是你没想过你的爸爸妈妈 嗯 而且你想 让你真的人 那我们 我们心里会好笑 是啊 大家都想 而且这带给大家的遗憾 是一辈子的 嗯 我休息了 跟别人团队姐妹 才会休息出来 嗯 我们讨论到了深夜 可最后也没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大家都很矛盾 一方面不想抛弃 可另一方面 更害怕留下终生的遗憾和愧疚